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asprom在俄语里意思就等同于天然气工业有限公司 这也是一个很好很伟大的公司 其也是首批市值接近万亿美元的企业之一 但是当前来说Gasprom的日子并不好过 因为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那么是哪些困难呢 当我们看这只股票的时候 这是以卢布来记的 但我们将展示给您美元计价 大家知道卢布贬值近一半 以美元计算的话是巨大的下跌 这给公司业务形成了压力 还要注意的是油价下跌 卢布同样下跌 在这里的幻能片显示 Gasprom股价为每股140亿卢布 但如果我切换到美元计价 大家看到十年起来衡量 同样是公司 同样的股票 其曾经达到过每股30美元 但是现在可以看到 跌跌到每股4.14美元 这看起来着实令人惊叹 那么Gasprom到底是遭遇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是因为该集团被接踵而至的坏消息打击倒了 不仅是卢布贬值 俄罗斯还饱受制裁制难 其在西欧的主要业务无疑是出售天然气 这在目前也出现了问题 俄罗斯政府对Gasprom的控制相当的严格 尽管在前苏联之后集团私有化 但主要的股东仍然是俄罗斯政府 他们并非不想卖给西方天然气 但现在已经无法通过乌克兰来运输 其他的油气管道则还在协商之中 综上所述 卢布贬值进半 油价下跌进半 与乌克兰的战争影响到了油气输送 没有人愿意买入Gasprom的股票 那么你想买入该集团的股票吗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当然会有一些爱国的俄罗斯人 要支持自己的国家经济 但爱国是一方面 是否买入Gasprom股票又是另外一回事 目前我能够说的是 我的确喜欢Gasprom集团 喜欢这样的能够从西伯利亚 将油气输送到西欧的公司 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意 但是我要说的是 每股4.14美元并不便宜 这差不多是收益的70倍 如果让我们来看一下收入 2013年Gasprom收入是300亿美元 2014年是340亿美元 并不是很好 因此股东的收益也会受到压缩 就这样的股价来说 并没有给您带来足够的好处 最后要说的是 如果您要购入Gasprom的股票 这意味着您是看好公司的前景 但是要知道 与你形成合作关系的是俄罗斯政府 可能您想与俄罗斯政府合作 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国家 蕴藏着丰富的资源 很多聪明的人可以一起合作 但问题在于您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如果该集团能够连续两个季度 都有成功的业绩 那么我会建议您 将其添加到您考虑的列表中 到时候您可以说 该公司到翻身的时候了 不会再有更糟糕的新闻出现 卢布不再下跌 油价开始回涨 西方的制裁逐渐取消 但是事实上 这在过去的一两年里 并没有看到 如果您要投资购入 每股4.14美元的股票 尽管价格已经较低 我认为您确实是 有点闲钱能够耗费的 本期的投资指南就到这里 我是主持人马修斯蒂文森 这里是一度高斯杯电视合作 为您呈现的节目 请记住钱是赚来的 而非贫困而来 再见